大家好 家里的钥匙生锈了 螺丝刀生锈了 那我们的这些 运的家族生锈了之后呢 特别的麻烦 生锈了之后呢 不好运 今天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 电镀屯 那我们如何呢 在一个金属上 镀上铜 防止它生锈腐蚀啊 这个方法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家里呢 我们都有了这种 线笔字 或者说铜管 那都是可以的 还有屯线 也是可以的 用这种方法呢 来给我们的 钥匙螺丝刀 融入生锈的呢 用上我们的肚臀 首先呢我们先找一个这样的 透明的杯子啊 生融气 能生水的就可以 我们现在里面呢 住住 家里面有这个 劫测链 我们把这个劫测链啊 放到 杯子里面 大家看 那我呢 已经把劫测链呢 倒进去了 劫测链呢 每个家里都有 我们呢 找一个 手机的 充电器的 插头 然后把这个 输注线呢 从它的 正负两直呢 分开 大家看一下 分开之后 我们把 正直呢 浑颜色的这个线 放到 我们 镀这个 铜管 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方法 叫置换法 我们把这个呢 牢牢的 放在 刚才 要镀的这个东西了 然后呢 放到刚才 倒入的 这个叶齿杯子里面 然后复制呢 我们放一个 吞式 我把这个吞式呢 放进去 看它会 发生什么反应 效果怎么样 好了 那现在放上了 放上之后呢 我把这个 两个东西都放上了 放上之后 我们 吞键 吞键之后呢 我们需要等待 几分钟 大家看啊 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个位置呢 已经发生了变化 发生 白色的叶齿了 很明显 那我们等个 五零分钟之后 看一下 它 镀的效果如何 已经发生变化了 我们呢 对钥匙 螺丝刀 都是可以的 铜呢 我们选择 铜线 还有呢 这种铜管 这种铜管呢 都是可以的啊 现在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有一件颜色了 这头有一件 上铜了 那我们再放一下 现在取出来看一下 怎么样 大家看到没 这件呢 明显的 有颜色 除了 铜 铜色啊 再放一回 然后完全让它呢 镀上铜 那现在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效果怎么样 把这上面的泡沫呢 全部都 擦干净 颜色呢 有了明显的变化 铜呢 完全被镀上去了 这种圈都镀上去了 从这个位置开始 然后到这个位置呢 都镀上去了 效果挺不错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铜管 它现在呢 是什么样子 也是把这个擦干净 擦干净之后啊 这个铜管 比圆来的呢 有点小了 厚度呢 也缩小了很多 大家看一下 我们断开电源 那这个呢 就是电镀铜的方法 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实用啊 感谢大家 喜欢的朋友们 简介关注